这是世界上男女比例最失调的国家之一 男女比达到了惊人的一比七 而为了鼓励生育 他们甚至实行了短暂的一幅多妻制 这里就是越南 可直到如今 越南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国家落后的经济 男女失调的比例 让这里成为了亚洲光棍买老婆的天堂 阿子就是嫁到阿龙家的越南姑娘 那天清晨 她被一条小船拉到河口岸上 由于政府管制 这次没人只带来五六个姑娘 其前阿龙妈妈选了个低着头 不敢言语的 以为这样便能对儿子言听计从 但阿龙在一群姑娘里 一眼便相中了阿子 阿龙是个瘸子 同层人瞧不起他 去到大城市打工也是冷眼受尽 直到四十五岁 阿龙才和十年二十的阿子成了家 结婚六年 阿龙心里的压力比阿子还要大 他觉得自己生的丑陋又有残疾 阿子嫁过来是为了改善家里条件 而他又极度贫困 所以他夜以继日地在田里劳作 用拼命干活来弥补这个外国女人 阿子青春是模样俊俏 原本在越南也有男友 那人脾气温良待人谦和 对待阿子更是呵护有加 当阿子是家中长女 承担了养家的责任 眼见他的同龄人为求脱困 纷纷远嫁异国 他也只好听从父命 受长年战乱影响 在越南乡村 男人只充当父权符号 女人不仅地位低下 还充当主要劳动力 所以也有人为了谋财 分了南方一家人的事 台湾下起了小雨 两个女人在水坑里玩耍 可阿龙最怕雷雨天 他急忙前来阻拦 原来阿龙自己 就是小时候发烧才缺的 所以他不想让女儿 也染此不幸 就发烧了 脚就会这样啊 所以我怕你们会发烧危险 小时候脚坏了 阿龙只能学裁缝 国小毕业三年后 阿龙学艺有成 便去到台北的西装店 当师傅 那时做一套西装 要十几个钟头 阿龙也有过 月入十万的灿烂时光 但人生七分注定 三分打拼 机械化 流水溅 冲烂了他的手工市场 已经没人找到 做西装很多年了 因为害怕婆婆 阿子每次与家人联系 都要跑到河边的 一座小亭子里 农师最怕下雨 阿子已经有一周 没有下地了 这意味着 他们也已经断粮一周 尽管生活结局 阿子还是给越南的爸爸 买了辆摩托车 但爸爸怕加油 从来不敢出远路 阿子环顾四周 低声窃语地说 自己会再寄钱回去的 太北俄阿间应该有朋友听过 其实就是尖声豪 四十七月 正知生豪肥美之际 阿子跟随师父深夜行车 他连连哈欠 师父一看他就是没喝咖啡 可阿子解释怕贵 咖啡是打算留着请客的 地大海峡是狂风大作 怕风浪打散 又怕群豪互相抢食 阿子便和师父把小豪两两相年 挂在海里饲养 二人闲聊起了阿子的身份证问题 阿子说 婆婆告诉他在这里待五年才可以办 实际上是三年 婆婆用如此说辞 只是害怕他逃跑 女性在他们的落后观念里 往往被当作男性的私有财产 他们的商品价值被强行赋予 再强行剥夺 拥有与否也无关本人意愿 可阿子不甘心于此 他决心暗中操办 明年开春 他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乌云遮日 海面风平浪静 不过家里却汹涌起来 阿子还未进门 便听到阿龙哥哥在里面数落自己 外劳以为外籍劳工 哥哥还喝点小酒吹点小牛 即便是守着阿龙 他见到弟兄阿子也会指使他做事 好像阿子是他们家请来的保姆 阿龙心生愤恨 但也只是让阿子不要听从于他 乌云传了吹牛的嘈杂 阿子在屋内做菜 思想之情达到顶峰 他想到自己父亲 虽然他们家贫穷 但在越南 他从来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 不仅如此 父亲还经常念叨 如果有钱把阿子送去学校 那今天的生活一定会大有不同 而想起来 他们的越南老房也岌岌可危 每次一下雨就淹水 唯度日 阿子母亲只能在堂屋铺上石头 不然手脚便会泡伤 好在丈夫阿龙听说此事 打算把今年的收成全给阿子母亲送去 阿龙不知道台北大帝能否种出玫瑰 把蒜头换成钱币 是他能给阿子最好的爱意 日薄西山 万物引入尘烟 夜晚 阿子刚给孩子买完衣服 正好赶上阿龙从集市上回家 他拖着薄脚走到孩子面前 抚摸着孩子的脑袋 夸女人是公主 怎么看怎么欢喜 宝宝 喝咖啡 一点点呢 一点点而已 虽然疼爱孩子 可辅导课业还是让阿龙夫妻犯了头痛 第二天 阿子来到学校 与其说是给孩子开家长会 不如说是对阿子这种越南媳妇的批斗大会 面对镜头 老师对于孩子只聊聊几句夸赞 然后便旁敲侧击地讲到 这里有很多像阿子这样的人 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有些越南妈妈 受了婆家的恩养救回越南 这对孩子很不负责任 老师一直直桑骂怀 阿子也虚心冷气 像是被吓了一道诅咒 眼神不知往何处游移 阿龙妈聊着他小时候见到的小脚女人 鞋子小小的尖尖的 脚用布缠起来塞进小鞋里 即使如此凄苦 到老年也都吃不上饭 所以他下定决心 要通过自己打拼改变命运 他本想安逢阿子不努力 但他似乎看不到镜头的努力 又有什么用呢 与阿龙这边的终日劳作不同 越南的景象总是消遣 阿子父亲躺在吊床上 回忆自己的越贡生涯 那时逃避参军或临阵脱逃者 会被就地枪毙 但他那时应用无比 负伤五次仍积极参加战斗 南越投降后 他被关进了集中营 要不是他没有尖杀抢掠 或许早就被折磨死在了那里 夜下阿子父亲收到了阿子的钱 再用俩月 房子就能盖好 想到家人们再也不用睡潮湿的床 住河川一般的屋 阿子高兴得何不拢嘴 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游了好几圈 我妈妈他也住到他有去 给他爸爸妈妈盖房子 不晓得我拿多少钱给他而已 我没有跟我妈妈讲 因为最近地理事务繁忙 阿子说自己不想出去卖生蠔了 阿龙担心媳妇累着 说自己早已去外面雇了人 阿子就专心负责家里就好 不过阿子算着人工成本 眉头紧触 其实这几年阿龙一直想雇人帮妻子分担 但阿子为了节省成本总是亲自上阵 为人妻子做之如此 还总是被婆婆辱骂 实在是让人叹息不已 今年的收成还是不好 没母地要赔一万块 而除了天气 台北老龄化严重也是原因 仅有的青壮年都选择进城干货 做工的只有老弱妇孺 如果没有这些外籍新娘帮忙 他们的穀物都得烂在地里 如今不仅要赔钱 工资也发不起了 阿子见状紧忙上前安抚劳工 借劳工都走干净了 夫妻两人才在田间吵了起来 云月相同 西山各异 阿子要回越南了 这是他嫁过来以后第一次回国 阿龙在佛像前叩手 祈祷妻女一路平安 他出来给阿子准备了盘缠 还贴心地包了些红包 让他分给家人 虽然远在异国 但阿龙知道自己的告诉人家家里 跟着自己 阿子没有受苦 他嘱咐阿子不要让孩子去水边玩耍 如果要喝酒的话 还可以带点白酒过去 长长面子 阿子开玩笑说不用那么麻烦 再拿一万块就好 阿龙便掏出了一碟自己的私房钱 两人贫了一阵后 阿龙突然严肃起来 说如果真的不够用 他妈妈那里还存着自己的一点钱 可以瞒着妈妈取出来 但阿子得早点从越南回来 祸三高涨 乌棉树和面包树树也低沉 阿子一返向 家中亲戚被杀鸭宰额款待 而有个侄女即将成年 跟阿子当年的近况无异 他问家到外面怎么样 阿子望向南方 说虽然钱很难赚 但总比这里强得多 那里物产丰饶 美食可口 其余的便没有差别 侄女听着阿子描绘的生活 不由得呼吸一阵急促 不同于阿子当年的不可奈何 侄女自生下来便被妈妈遗弃 即使阿子一家收养了她 但长大过程中依旧受尽屈辱 到时期想找工作 可越南工作环境对女生不太人道 她不想被迈到红灯区 渴望逆天改命 眼里满是对嫁到外面的向往 为了不打消侄女的热情 她也为了劝告她不要想得太美好 阿子一直在讲 和她有同样境遇的女人 如今过得多么窘迫 不过父亲说还是看命 哪都有好人和坏人 和我们一样 越南房子盖好以后 要请同村吃喜 为了节省开支 阿子和父兄商量 酒水不需采买 拿家里几年前存的就可以 考出不考整个 半职就行 至于唱曲儿的 不要女人 不要青年人 找砖上老更的男乐团 一切从简 也许节日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忙碌一年的苦命人 能短暂忘记生活的苦楚 写下了六年漂泊他乡的包袱 阿子在席间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父亲说看起来自己像是卖了女儿 但在越南 为原生家庭牺牲 就是所有女人的命 然而因为阿子的哥哥 见他回乡如此阔绰 丁氏在外有转头 便强迫阿子要拿几万块钱 给他们修房 阿子夫妻本想拒绝 恢复一下他们这个家的元气 但多方游说下 阿子他同意了 莫名其妙的债务 又落到这对夫妻身上 其实 阿龙阿子两家的哥哥 都不是善茶 阿龙哥哥见阿子 从越南风光归来 便气过打一处来 每每都发现到 阿龙他们的两个女儿身上 阿龙妈妈附和道 如果没有自己儿子来照顾两个女儿 这个没良心的女人早跑回越南了 哥哥也随即拱火 母亲便把坏脾气全发在了阿子身上 阿子在沙发上抽叶着 说要不是看孩子和老人可怜 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阿龙马上安慰妻子 没办法 只能熬下去了 刚从越南回来 阿子就匆匆找了自己的第三份工 那是个在码头搬运木头的营生 下班后 阿子又去到那个小亭子里 他想静一静 两个女儿吵闹着说 自己有个同学妈妈跟他爸爸离婚了 虽然每个月都寄来抚养费 但他还是很讨厌他的妈妈 觉得妈妈很坏 阿子笑了笑 轻易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他知道孩子还小 大人家庭间的曲折 或许长大了才会懂 摄影机架在堤坝上 被骤然的冷球动得直打冷战 这个矮小的女人牵着孩子 背对我们 悠然地走着 呼吸笼罩着整个村庄 快下雨了 阿子也回不去了 执女先是孝小 像是对自己的未来欲言又止 随即便陷入了沉思 普通人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 总是渺小到忽略不计 已有的是后必在有 已行的是后必在行 或许阳光之下 从无新鲜事 纪录片阿子荣获了第二十二届金妈奖最佳纪录片 这也是导演吴玉莹唯一一部长片 他没有社交媒体 关于他的新闻也是空白一片 和阿子阿龙一样 收起镜头之后 他们全部都消失在了观众的视野里 虽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但从树上枯萎掉落的过程 每个人大体都是一样的 尽管这部纪录片的镜头语言朴实无华 让人看得有些倦怠 但他所探讨的人生命题 却绝不会浪费观众时间 他既能让我们看 又能让我们感受 从又酸又甜的青春 迈入人生慢慢暗淡的中年 学会放下 或许才是救赎人生的唯一捷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回溯过往时 谁的人生又不是一处斑驳的戏码呢 别人家里的事情 我们可以轻而一句一句放下成全 但真到了自己 又哪会那么容易呢 林清玄说过这话 走出屋外 月仍在中天 但在山边极远极远的天空 有一些早起的晨曦正在云的背后 使灰云有一种透明的意味 灰色的内部 也仿佛早就织好了金橙色的衬理 好像一翻身就要金光万道了 一目时影 与你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